膝关节置换手术后,上厕所,坐在马桶上,走向马桶,慢慢地转身,直到膝关节背部靠着马桶,坐下之前,将手术的脚稍微伸前,确保在坐下时,您的其中一只手扶着助行器,而另一只手扶着扶手或马桶座椅作为支撑。 从马桶座上起立。起立前,手术的脚稍微伸前。如果您扶着四脚助行器,确保您的一只手扶着助行器,另一只手扶着扶手或马桶座椅来支撑您起立。难事站立上厕所。如果您使用四脚助行器,确保它放在马桶上方,自己站靠近马桶。 使用后,没有手术的脚先退后,再把手术的脚往后移。慢慢小步地向后移,直到您四脚助行器退出马桶区,才离开。 在洗手台洗手。洗手前,确保四脚助行器靠着洗手台或桌面。不要把四脚助行器放在洗手台或桌面的旁边,以便在站不稳时需要四脚助行器来支撑自己。 确保自己不要站太靠近洗手台,双脚并排。先洗一只手,另一只手扶着四脚助行器作为支撑。 上厕所时,请不要。不要在没有助行器时进入厕所。不要在离开马桶时,抬起助行器跨过马桶。不要使用蹲式厕所,或蹲在马桶上。 请不吝点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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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。